炸带鱼的家常做法 准备食材 带鱼、面粉、食盐、葱白、姜、蒜、花椒、料酒、生抽、胡椒粉、植物油 1. 带鱼洗净后切成均匀块状 蒜切片 小葱切断 将切丝备用 2. 带鱼块放入盆中 放入葱、姜、蒜、料酒、生抽、盐、胡椒粉和花椒粉搅拌均匀 腌制25-30分钟 腌制好的带鱼表面裹一层薄面粉 3. 起锅烧油 油热后放入带鱼 中小火炸至两面金黄 4. 最后捞出装盘 美味的炸带鱼就做好了